來郭東哥 這個藍營這樣的說法是要訴求誰 訴求那些年紀比較大的人嗎 但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過去真的有經過概念 也應該知道這個法律跟過去的概念 是完全不一樣的吧 今天聽到小英總統的言誕講話 我個人實在感觸特別深 當國民黨的候選人 張善政副總統候選人 還在指控小英在美國康奈亞大學讀書的時候 宿舍放的就是黨外雜誌 我覺得替小英總統是慶幸 你沒有像當年陳文辰那樣 回來馬上被噎談 然後莫名其妙死在台灣大學裡面 對不對 都有人講說 你在宿舍裡面都看黨外雜誌 所以你只有這句話 今天小英很客氣 都沒有去談這些 他個人神經遭受的這些東西 雖然這一部反生動法 很多獨派台語派主張 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不滿意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也接受才十二條而已 剛剛連環已經提過以前的那個 那個判亂罪二條一 唯一死刑 那個不是你行為說要推翻政府 護之行動就判你死刑 那是你腦袋裡面有想說 這個政府可惡 我想把他推翻掉就把他抓起來了 這樣就抓起來了就判死刑了 如果照現在的標準 我是第一個被會被約談 我說馬先生你錯了 照你以前當職業學生的標準 你早就被抓去判無期徒刑 是一隻槍斃了 你那時候 你那時候的標準是什麼標準 對不對 陳昆辰博士不就已經都死掉了嗎 還有多少海外的留學生 莫名其妙就失蹤了 也不能回來 不然就判無期徒刑抓起來了 那時候的標準是這樣 你今天還有臉出來說 照現在標準我被約談了 那時候還能跟習近平去握手 所以我說不要講這種 讓人家老一輩人 搖頭的話 當然你是跟年輕人講 當然你有你的立場 不得緩不行 今天還有一個新聞是 上報突然有一個新聞 說某家比較紅的媒體 說現在中共那邊 正常硬要讓他停刊 抗議 那館長不高興 黃國昂不高興死了 他們搞了半天 居然會有人自己停刊嗎 我說這種新聞 我是覺得很莫名其妙 但是我們看 對他們來講是不是很恐怖呢 他們在害怕什麼 如果你的立場坦旦旦 我講我曾服務的報社 曾經有一次停刊 是在美國的報社報刊 在美國創辦 他被停刊的原因 當時國民黨怎麼整他 很簡單 那時候不能外匯 錢匯不出去 你在那邊要資金半報 你錢匯不出去 你怎麼辦 不得自己宣布停刊 沒有錢了 再有怎麼樣都沒有辦法 所以 拿一個台灣民主自由 開放的一個社會 媒體這麼多 從電子媒體電視報紙 這麼多的時候 突然會有一個消息說 要用停刊來抗議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很荒唐到 讓人家難以置信 不可思議 你自己如果行的證 做證的話 就像他講的 零死不屈 那我們就看 好 怎麼樣零死不屈 台灣的媒體 沒有什麼零死不屈 只有 零賣不死而已 賣死的時候 趕快賣掉 哪裡有零死不屈 多少新聞記者 到最後 沒飯吃 沒有工作失業的 還零死不屈嗎 那這些人反成這個樣子 那也讓人家懷疑啊 那是有去拿人的錢 還是怎麼樣 還是受人指示嗎 連旺昨天舉例王丹講的話 說這個 你拿中國的錢不犯法 那你去替中國 做統戰勝負也不犯法 但是你拿了錢 又做的話犯法 很多人在想 我什麼時候才能拿到 中國的錢 我搞了 他媽一輩子 我也沒看到 我什麼時候才能拿到 中國的一毛錢不犯法 既然不犯法 拿一點錢給我吧 不可能的代理 老百姓聽不懂 我說最簡單的 喝酒不犯法 開車不犯法 但是喝酒去開車 那就犯法啦 這樣觀眾你聽不懂啦 你能夠去喝酒 每天天醉醬醬 被檢視都可以啦 你開車怎麼開 七十五歲 再去檢查身體 還是繼續可以開 但是你喝酒開車 那就犯法 這個法律十二條 就告訴你這些事情 你最簡單 你如果還聽不懂 我都不講的